在今天我要约会的这一对夫妇 以及他的小孩 让我想起来 其实在28年前 我跟他一起主持过广播金钟奖 广播电视金钟奖 他代表广播 我代表电视 今天他带来他的儿子 今年正好28岁 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 但是更重要一点 今天我为什么会邀请他来 我想他应该是很多人 当心中有难处 身体有痛处 或者人生找不到方向的时候 大家都会依赖他 但是这样的人 自己也会生病 当他生病的时候 他是靠什么样的力量 自己在走出来呢 其实他病得还真的不轻 我真的觉得对朋友 有的时候 大家总觉得在电视上的人 好像都很健康 其实我们真的很脆弱 今天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 欢迎靠少人牧师 还有他的女儿 乃琳 乃琳 还有老婆 师母 你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欢迎你 欢迎你 母女穿的这个衣服是怎么样 来 我刚刚讲28岁就是你了 对 我就28岁 对 我们一起主持的时候 你在妈妈肚子里 妈妈也在后台 对 对 可是那时候也共襄盛取 28年 28年你有共襄盛取 没有 还没参与 还没参与 其实 靠少人那个时候 跟我一起主持 你知道我那时候 把你当作谁吗 就像刘萱的爸爸刘勇 刘勇在那个年代 他就是你的学长 他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所以我就觉得你们很像 可是几年以后 你不见了 我说他去哪里 去当牧师 我说为什么他去当牧师 他怎么了 通常人家都要 他说不是 他们家里 就是牧师之子 基督之家 就是你爸爸创立的 对 所以他就是等于 好像这个二代 要回家 要回家 可是后生牧师 一直是 我看过很多你的这个 步道大会 好多人 好多人用渴望的这个心情 在听你讲道 谢谢 感谢主 上帝给我的恩典 谢谢 但也想不到 这种铁汉 对不对 我那天在看节目 就说 你要进去开刀了 你还说我打三个电话 给有难处的人 你自己就很难了 因为通常都是人家 很为难的时候 很痛苦的时候 很迷惘的时候 可能都找你爸爸 请你爸爸帮他祷告 请你爸爸给他力量 可是在 在这几年 你真的需要很多别的力量 一直在生病 是 这个怎么他会生病 我是觉得好像他不会生病 讲句话来中气十足的 一个步道大会 可以滔滔不绝地讲 那其实是很需要 很需要体力 领人气 对 可是生病 我现在回过头来看 反而觉得 生病也是一个恩典 所以我写了一本书 你看我在生病的过程里面 写一本书 恩典记 来 晓妮姐 我真的觉得每一部都有一些 恩典的记号在那里 是 上帝的记号在那里 你们真的是心中 心中有他 就是心中就会把所有的 好 磨练变成训练 换个角度看 对 换个角度看 其实一样的事情 有些人可能就过不去 那有些人就会很哀怨 但是我不晓得 乃迪跟乃琳 你们都是牧师的子女 很苦豪 会不会 来 坐下来 来 坐下来 这就严重了 突然点到一个重点 你晓得你爸爸也是牧师之子 对不对 所以 所以那是命定 命中注定 乃迪跟乃迪这次在爸爸生病的时候 也很特别的一段日子 因为孩子都在父母身边 你又是很爱孩子 所以他从2012年的心脏病 其实心脏病 你的心脏病也高好高 很惊险 三 三次 三次 他做心脏病的手术 孙叔叔也没做那么多的 你怎么会 眼睛轻轻的 青出欲蓝 青出欲蓝 好 心脏病 一直到2015年 你突然发现癌症了 其实这个当中 因为要开刀 要化疗 所以你们就搬到南侃去 孩子们就在台北 在台北 自立更生 快乐是神仙 这是真话 家里没带人 但是我告诉你 本来都是妈妈搞好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一切 突然热水瓶没水了 卫生纸没有了 这都要自己来了 对不对 他就学了上网去订衛生纸 是不是 他们现在很厉害 他们现在知道怎么样 用聪明的方法 是 不必上网 我们讲怎么办 要都很不 人家一个上网全部寄来 付钱嘛 付钱 就付钱嘛 又不是他赚的 不过我想乃迪 从小爸爸就是一个 应该来讲他就是一个 所谓在教会里头 他也是寇牧师 所以寇牧师都是在安慰别人 寇牧师都在替别人解决问题 不管婚姻有问题 这个爸妈有问题 儿女有问题 身体不健康 都来找你爸爸 其实爸爸是一个帮人解决问题 所以当爸爸生病的时候 其实当然一开始的心脏病 因为他来得快 走得也快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个其实还没有完全吓到你 其实我那时候 因为就是突然发生 那过了也就过了 做完心导灌 就好像回到正常人一样 所以其实那时候 我不那么真的感觉到说 什么生死边缘 没有就是 噢 进了一次手术法出来 反而是2015年这一次 是我第一次那么真实的觉得 我可能会走 对 其实一直到开刀完 因为差不多长达一年的时间 包括后面休养 化疗 休养 头发没有 因为每一个人都跟我说 其实跟我牧师 其他他都不太在意 他就在意头发 我说真的吗 护法一族 毛病 老婆的盲肠炎 扣少人心运躲过死神 心脏病发现 其实是因为你盲肠炎 你是去美国 对不对 对 我去美国 我不能说这是神的安排 这也蛮奇妙的 对不对 你老婆这个时候就找盲肠炎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她麻烦 我如果照原定的计划 我很可能就是在飞机上发 飞机上面 对不对 在飞机上发病就更麻烦 但是其实就是我提早 离上帝比较近 是 离上帝比较近 是 离上帝比较近 你知道吗 浴火重生的抗癌牧师 寇绍恩 身为艺人寇乃馨的叔叔 同样也是艺人世家 1983年开始 从事综艺节目主持 一次偶然的机遇下 在美国加州 认识了老婆张其梅 从此两人坠入爱河 1991年 寇绍恩卸下演艺圈公环 全心全意进入教会服务 却意外在传道的舞台上 心肌梗塞发作 接下来的几年内 不断与病魔对抗 2015年年底 意外发现罹患淋巴癌 开始一年的抗癌生活 积极正面的寇绍恩 强忍身体的不适 不向闭魔屈服 用爱与乐观 撑过一次又一次的化疗 现在的她重获新生 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 传递更多的爱 但是我觉得师母 这张照片 这是 他们怎么会有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还真是六根清静 这是你把它剃掉的对不对 是 后来 他一直掉 没有 因为那个时候就怕掉 后来发现好像有点要掉 你就是每天在那里等 要不要掉 我就生气了 你知道 剃掉 我干嘛要被动在那里被你吓 我就干脆就去剃 他不错 他情义相挺 他就说我陪你剃 你是招谁惹谁 你也剃光了吗 对 他在后面 你看 对 那次就是我剃完了 但是后来我跟他讲不要了 我说你留一个好一点的发型 至少让我觉得 我没有头发 邝牧师其实在那个时候 除了主持节目以后 大概三年 三四年的时间 你就回到教会 对不对 我在电视台 其实在就是金钟奖那个时候之前 我做了几年的电视 那时候《欢乐假期》 《欢乐假期》 《大学城》《六等奖》这些 后来我出国念书 回来以后金钟奖 金钟奖之后 其实我大概就是差不多三年 我就回到教会了 回到教会 那这也算是一个决定 对不对 那个决定 那是关键 老婆 师母 师母 我结婚的时候 一直希望能够 嫁一个传道人 所以我 没有想嫁一个主持人 真的 我没想到要嫁一个主持人 对 其实我跟他求婚主 他真的只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 你这样要不要做传道人 你要不要侍奉上帝 我就问一个 我那时候想不要 先 先 先 心里想不要 但是要娶到他就非说要 我就说 将来 将来 那将来是什么时候 这个很 很难讲 寒心很大 他就带着荣耀的盼望 就嫁给我 所以怀了乃迪的时候 我们还在主持金钟奖 对 对 所以那个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 我没有感觉你要去传道 或者我一直觉得你 可能要进入我们这个行业 是不是 其实小燕姐你知道吗 我一直其实今天来 我一直很想要跟你讲一个信誓 我觉得你是影响我非常深 真的 我是说真的 真的你是影响我很深一个人 你知道 我刚跟小燕聊天讲说 孙悦 孙叔 郭小庄 郭姐跟你 都是影响我很深 因为孙叔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对不对 50岁 60岁去鸭屁 从以前返派 然后也喜剧 而且人就变成正代老公公了 真奇怪 你说像会不会随心变 对 就是他每一个阶段 都在突破自己 是 郭小庄 郭姐 那个时候多少 哪有年轻人看平剧 雅英小吉 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小燕姐你也是 你知道我都觉得 我那个时候跟你一起主持金钟奖 为什么我很紧张是因为 我可以站在你旁边 因为我从小看您 我觉得您好特别 因为 我 你从小看 等一下 那是 你是不是从小看 小燕 不想去懂荣耀 不想去懂荣耀 你童心 童心 真的 一个白发的空幕 是不是 厲害 你看 你看您从童心 真的就是童心 对 后来少女演员 可是那时候 大家都知道 小燕姐那个时候 男主角的妹妹 对 女主角旁边那个精灵古怪的 对 公主旁边的公女 对 但是其实 没有人会想到你会走到主持 而且那个时候 大家想主持人摆家里 对不对 身材口齿多 英文 外文好等等这些 可是又不是你 那我觉得我佩服您是什么 就是 你不被那些限制住 对 你不会觉得说只有那样 才可以 我是说不被那些限制住 是没有办法改革 不是 你很勇敢 你开创一个 是 是 你发挥你的条件 你演短剧 你的人脉等等这些 而且我觉得更棒的是 从你之后 已经被我以前那种 刑害的节目主持人了 你看之后 曹兰 陶晶莹 小S 他们现在都有你 都有自己的风格 而且有你的影子 所以我小的时候 常常觉得说 我就被我妈骂 你怎么不像你哥 你怎么不像你 你知道我有哥哥哥是太空博士 有这种哥哥 很苦 这就是怎么过 认识你哥哥多平凡 对不对 你还有哥哥就是靠奶心爸爸 对不对 他们每个都很优秀 可是我心里还想说 妈 你问我 我还没问你 你怎么把我生这样 我也没有挑 对不对 我不是故意挑一个身体很烂的 功课很烂的 但是我觉得 我每一次打开电视看到你 我都觉得我被鼓励说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 我可以走一条我自己的路 我自己的路 真的 小燕姐 我知道这件事情 影响我好深 谢谢 其实寇牧师跟我还真的很有缘 从以前到 当我自己家里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 寇牧师到我家来为我祷告 我觉得这个是 你知道人在脆弱的时候 非常需要力量 需要寇牧师上降 所以更让我想到说 当你生病的时候 我们生病的时候可以找你 你生病的时候 找谁 你找谁 师母就变得很重要 对不对 师母这个时候就变得很重要 真的 我有吗 有 师母 你想到我看了里面有一段你想 结婚28年 这一天是我们结婚多少年 其实真正来讲 生病才是我们真正单独相处的日子 我太想一个老婆 甚至等了先生生病 猜她才是属于我的 你懂吗 好像女人真的很 悶急了 好像又等到 你生病了 好了 我来修理了 好 这才是我的 这才是 这才能把你带回家 然后两个人真正有独处的日子 但是你也在这书上写了 我回家 我都会把气出在老婆身上 我说你好 你干吗 你干吗 你干嘛 我会唠叨 我会唸 你凡人嘛 我是个唸爱唸的人 平常步道大会 可以讲多少话 没地方讲话 怎么办 可是你也不在 只好跟没有 没有人可以唸 这好唸 我应该 不過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很多 我覺得做太太 心裡要有這個 要有這個打算 因為先生當他退休 或者是不舒服回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他唯一的依靠 更重要 但是他那種 你知道 原來在外面可以 你這樣… 他現在回家只能 你這樣… 是… 是應該我養一隻狗 師父 我覺得我在想 在你的書中講 其實你有很多的體會 在這次聲明當中 學習休息 學習簡單的安靜 學習時間其實不是 完全要自己掌控 有的時候 真的是老天安排你 你要休息就是休息 你該睡覺就是睡覺 你能吃得下就是吃得下 你能治好就是治好 我覺得這個… 有的時候我們不能不相信 這個世界上 其實不是我自己在安排我自己 真的 甚至有一雙手 其實小燕姐你看 我進入教會26年 做傳導人 真的陪過大概將近千人 走過生命最後的這一段 很多人包括彭大哥等等這些 我覺得在那個過程裡面 你有很多東西其實是 你會不斷的告訴別人 告訴別人 應該這樣… 可是那一刻是我自己在面對 我自己在面對 然後我覺得有一件很有意思 其實是說 有一些東西是你這樣告訴別人的 現在 你真的這樣覺得嗎 你真的這樣走的時候 我覺得很有意思 對 那是一個很深的體會 因為你知道 當醫生告訴我說我得癌症的時候 你知道我第一個想法是什麼 我第一個想法是 那我是不是快要死了 那我是不是會看到 瑪莉亞長什麼樣子 真的 我的第一想法 然後我想 聖經上講說 耶穌無家型美容 耶穌長得不好看 可是你看那個電影裡面的 耶穌都帥透了 耶穌到底長什麼樣 真的 你就覺得 我覺得人活在世上兩件事情很寶貴 一個是面對人生沒有遺憾 一個是面對未來沒有懼怕 我覺得這兩件事情 是我以前一直這樣告訴別人 可是當我真的站在那個位置上 就回頭看 就真的覺得沒有懼怕 所以我應該在想說 我會看到耶穌長什麼樣子 然後看到面對未來 有一個很清楚的把握說 當然你說 沒有任何的心中 沒有任何的一些忐忑 我覺得那個太誇張了 因為就算你要去美國 你沒去過美國 你也會覺得到底是怎樣 你聽人要講很多美國 就是會有一些東西 在你心中忐忑 但是其實真的不是怕 你會覺得 好像我常常聽人家講去美國 現在我真的要去美國了 那種你知道要去哪裡 我覺得那個是好有意思的一種感覺 就是你好像在經歷一個 你講了很多遍的一件事情 然後現在真的是這樣 要實現了 對... 要實現 要實現 要幫很多人去實現 要逐夢踏實 要幫很多人說 我來告訴你們 我來告訴你們 可是在看你這本書的當中 我看到有一個地方 其實我覺得 寇姆姆姆還是一個做兒女的 你也是一個做丈夫的 你也是一個做爸爸的 所以他說他有打三個電話 一個給...可以照顧... 媳美的 對 照顧太太 打給一個是可以照顧奶滴人 打給一個是可以照顧奶滴 所以人還是有放不下的地方 這是沒有辦法 因為你覺得 你其實是可以照顧他 你可能可以去 還不錯的一個地方 對不對 可是他們 接下來的日子是他們要過 真的 我覺得那個是放不下心的 我爸爸晚年的時候 常常講一句話說 老來唯有愛難捐 就是人年到大的時候 最放不下的其實就是愛 為什麼放不下他們這個 因為你愛 這是我最愛的人 這是我最愛的人 還有我母親 這四個是我最愛的人 所以小燕姐你知道 那天我要推進手術房 我坐在病床上 然後想不行 我要做一點膠帶 所以我打了三個電話 其實我想對一個男人來講 那是滿難堪的一種感覺 就是你現在什麼 你沒有辦法 你必須要交脫孤 但是你知道我打完那個電話 我一點都沒有輕鬆的感覺 我就坐在那個床上 等人家來推我 我坐在那裡的時候 突然你知道上帝給我一句話 就說 你為什麼都交給他們 不交給我呢 交給上帝 我突然覺得 對 我在一生最放心的 不就是上帝嗎 我為什麼要把他交給一個人 把他這樣把他交給一個人 我輕輕一開始交給 你知道那個東西突然讓我就鬆了 我就很放心 然後其實你看我的那些 推進手上的照片 我是笑得進去 就是你突然覺得可以放下 你在病床都是笑的 而且很多人跟你拍照的時候 人家戴口罩你不戴 我發現 都在這段誰怕誰 不是 別人覺得不能感染你 結果他兩個人他會拍照 你知道我那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第二次鬥手術 這是第一次 還有一個是這樣子 第三次鬥手術 當然我覺得我們是人 就像你講的 你還是會 牽掛 同時我覺得在生病的時候 我看你書上寫一個選擇 其實這是一個 人生很重要的一些事情 就生病的時候 你選擇怎麼樣的治療方法 其實這個沒得後悔的 對 對不對 我想師母應該也覺得 這是一個 她壓力最大 壓力最大 對 因為每個人都會說師母 他其實可以這樣… 師母 我帶你去看一個什麼醫生 師母 你給他吃什麼 是… 那個愛的壓力很大 對 所以你怎麼選擇 所以我的意思 當任何一個人生這個病的時候 是會有很多人告訴你 我覺得 你告訴我你那個時候是怎麼樣做 什麼樣的選擇 信任什麼樣的醫生 我們那個時候有一天 就是其實我們在一個最重要的關鍵選擇 就是有兩個治療的方向 我們要做那個決定的時候 因為就像你剛剛講 你就不能後悔了 因為你已經沒有機會後悔了 對不對 師子 你要做那個決定 那我們兩個就去了解了兩邊的情況 然後開車回醫院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你覺得呢 你覺得 我覺得我們有共同的信仰真的很好 就是我們就是一起禱告 我們就在車上一起禱告 禱告完以後我就問他說 你覺得怎麼樣 那他也問我覺得怎樣 其實那個時候 如果A案B案 從客觀來看 B案都更好 都更好 可是就是有一個覺得說 我禱告完的時候我覺得可能就是A 那我問你呢 他說我也覺得A 所以你知道 這樣子的決定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將來沒得怪 一起 大家一起尋求的 而不是 好 客廠你說 教練你自己負責 或者是說 那你講的 我剛剛講出事你的 就是 不是 是我們兩個一起去尋求 然後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們請主上帝給我們的帶領 我們也講 我們做了這個決定 就算將來 結果是不好的 也沒有不埋怨 我覺得那個真的很重要 就是兩個人一起尋求 然後兩個人一起決定 然後就沒得抱怨 而且我們就講好了 我們現在做這個決定 將來如果結果不如預期 也不要抱怨 因為我們就是相信 我的生命在上帝手裡 走A也好 走B也好 將來的結果都在他手裡 所以沒得抱怨 我覺得那個實實是 你知道那個時候 兩個人將力都很大 因為兩個人都在面對生死 兩個人將力都很大 所以那個時候 如果有一個人引爆 那個情況一定更不好 所以我覺得那個真的是 很棒的是說我們 我覺得他給我很大的幫助 就是在那個過程裡面 他一直都支持 我覺得師母從他的 其實他的心臟病發現 其實是因為你盲腸炎 所以你們兩個 這幾年好像 醫院還跑來 各式各樣醫院跑遍 各式各樣 你是去美國對不對 是 趕回來 然後心臟 對 我去美國 我不能說這是神的安排 這也滿奇妙的對不對 真的 你老婆這個時候就得盲腸炎 其實如果不是因為他麻煩 我如果照原定的計畫 我很可能就是在飛機上發病 飛機上面對不對 在飛機上發病就更麻煩 但是其實就是我提早回來 沒有 離上帝比較近 是 離上帝比較近 快 小燕姐 好 那好 那好 省一點路程 我們現在坐在這 都可以這樣很開心的聊 我覺得人生 其實不經過一些事情 我不知道乃玲玲或者是乃滴怎麼想 就是父母好像一直都會在 媽媽什麼爸爸 妳很難想像到這麼強爸爸會 會有一天一定要躺下來 然後住到別的地方去 這是妳很難想像對不對 其實因為我是老妖嘛 然後所以我一直享受 家裡對我的愛 然後我從以前到現在 幾乎不是哥哥扛 就是爸爸扛 再多就是媽媽幫忙就是 對 所以我一直都 哥哥是 姚錢署 爸爸是提款卡 是不是 對... 無限的工具 對 以前的綽號都是這樣 然後媽媽是拒接來接 對 所以那時候 我覺得家人對我來說 就是我最大的支持 然後就是 我覺得最不習慣的是 就是當我們 只有我跟哥哥 我們兩個在台北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覺得 我力量的來源就是我的家 他們給我歡笑 給我很大的愛還有支持 所以可是當我回到家的時候 我爸爸媽媽他們不在 而我就是在台北的時候 就會感覺到很孤單 然後去到南崁更可怕 因為直接看到他們 然後本來是很愛 開玩笑的一家人 結果可能爸爸 因為身體的關係 他就是很累 然後媽媽也是照顧的時候 也是很辛苦對不對 對 其實你知道嗎 像乃琳就是 我是可以撒嬌的一個人 你知道 就是說我可以回到家 我可以 不要啦 就是你知道嗎 哥哥好像很有這個感覺 對不對 沒有 我覺得人你知道 你這種撒嬌 或者你這種 有點小小的 小小的嬌 也不是嬌重 就是小小的撒野一下 其實這是一個 回家 享受 回到家裡頭 因為有家 所以你才能這樣 我不要 我就是不要 可是你突然回家 就是你不要... 也沒有人要你要 你懂嗎 其實也沒有人管你 沒有人照你 也沒有人管你 只有哥哥說 衣服洗了沒有 我們兩個要互相 洗衣服歸他管 是嗎 他才會忍不住 他說我們兩個衣服穿了 然後跑去洗衣服 照顧病人好辛苦 交人彼此給空間 我覺得這個其實我真的很想 跟很多的病人講說 你要讓家屬也有空間 是 所以其實那時候 只要我稍微好一點 我就跟他一出去 你一去 比如說你出去 他太喜歡運動 我們那個社區 有一個健身房 我就說你去 你每天去 去一兩個小時 你走出這個房間 去喘一口氣 就是說你都會感覺到 他再回來的時候 笑容不一樣了 那個臉還有光 就是他總要鬆一口氣 鬆一口氣對不對 就是我覺得彼此 都要給對方一點空間 洗衣服歸他管 是嗎 他才會忍不住 他說我沒有衣服穿了 老婆去洗衣服 是不是 沒有衣服穿了才回去洗 以前衣服都擺在那裡 自然就有人洗了 而且他不曉得要穿哪一件 很煩 他有什麼問題 對 我覺得你知道 有的就是生病當然要好了 我就說 其實是給孩子一個長大的提示 對 兩個都長大很多 學習長大 學習長大 因為在師母或者在恐怖師的 他們是在一個很有愛的環境長大 在教會裡面 在教會裡面 朋友們 一個 你們應該沒看到什麼壞人 是不是 其實我們也 就像小燕姐 我覺得你真的講的 就是對我們看他們兩個 我很羨慕他們 因為他們真的是在 很有愛的環境裡面長大 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會擔心說 他們是不是在吳俊氏裡面長大 因為所有的人都被保護了 而我也是一個那個 他常常講我說 我過度保護他們 我過度為他們 我就是 我都生病了還要送他們上學 然後就弄了 他們其實沒有一定要 但是我要 我覺得我 我可以做到 我喜歡那個改動 我覺得我是被需要的 我是照顧他們 照顧得很好 可是你會不會覺得說 這樣他們會不會少了很多 自己成長的機會 我覺得我知道會 可是你知道人就是這樣 勵志行善有得我 行出來有得不得你知道 我都覺得應該要 可是忍不住又過去扶一下 忍不住又內折 你要放手 你應該放手 然後這邊自己不放 抓著 所以你看 我覺得上帝真的很厲害 你生病 你不得不放手 你不放能夠怎麼樣 你自己 你知道我 你自顧不住 我最嚴重的時候 從這裡走到攝影機 都走不動 就走不過去 就要在那裡扶著電線桿 就是傳氣 你知道那個 我才那時候50幾歲 一個大男人 過馬路過不去 你知道那種 那你有怎麼辦 你只好說 你們自求多福 但是也因為這樣 我覺得他們長大 他們真的長大 他今天研究所畢業 這個大學畢業 我看見他們整個的成長 我覺得是很感恩的 其實這是 這是生病唯一的好處 當然對師母來講 這一年 我可以跟你從談戀愛的時候 沒有這樣接近過 但這一年 師母當然也很辛苦 我覺得師母 師母的辛苦 其實不再照顧妳 也不再是妳的煩 而是會不會好 因為我們都當過家屬好了 家屬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替妳生病 所以當妳發燒了 或者當妳怎麼 應該今天會比較好 但沒有這麼好 是什麼 我覺得生病最痛苦 老實講不是醫生打針 是看報告 是 每一次要去 每一次要去 那是一個折磨 就是說好像好了 醫生看慢一點 妳的心就這樣 咔不咔咔 咔咔 對 妳這樣看 皺個眉頭 妳就 還不錯 早講了 幹嘛 幹嘛去了 要熬那麼久嗎 是不是 小燕姐 太了解我們的心情了 太了解你的陪伴人的壓力 走過這樣的路 走過這樣子的路 我想師母最辛苦的 應該是這個 就是很擔心 接下來一次化療 兩次化療 能不能受得住 比化療成不成功更重要的 對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我非常感謝請問 因為其實你在化療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化療比手術後面那個 就人來講 其實是不舒服的 你不舒服就會有情緒 我又是老妖 老妖就是那種 我為什麼特別疼我女兒 因為我了解 老妖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子 那怎麼辦 對不對 誰叫我老妖對不對 對 就是會有那種 而且他要把你弄成老妖 對 他把老妖所有的好處都給你 我們家只有他不是老妖 我覺得他也是老 腰很髒 就是我覺得那種 我就會不舒服 我就不舒服 不要跟我講話 我是會這樣 其實你知不知道說 他壓力很大 你知道 所以我覺得在那個過程 那一年裡面 我們彼此都在學一個功課 就是我覺得他很棒 他體諒我很多是說 因為他真的現在不舒服 所以他現在講的東西 你別理他 他就是 我覺得他給我很大的空間 我也學習說做一個病人 我覺得這個其實 我真的很想跟很多的病人講說 你要讓家屬也有空間 所以其實那時候 只要我稍微好一點 我就跟他講說你出去 你去 比如說你出去 他喜歡運動 我們那個社區有一個健身房 我就說你去 你每天去 去一兩個小時 你走出這個房間 去喘一口氣 或者說 我饒你兩小時 你去喘一喘他們的 真的 我覺得那個真的很 就是說你都會感覺到 他再回來的時候 笑容不一樣了 那個臉流光 就是他總要鬆一口氣 鬆一口氣對不對 就是我覺得彼此 都要給對方一點空間 對 但是我在想 昨天我在看你寫的 從第一次生病 第二次從家裡 很多你從小的時候 你生長的環境 其實更重要的是 在帶領教會這麼多年 你知道你自己是一個 別人的支架 對不對 是別人很多人說 寇牧師你怎麼說 我們怎麼做 寇牧師你要怎麼樣 我們來辦什麼 其實你是別人的回答 你懂嗎 就是別人要從你這 得到答案 但是你自己生病的時候 你要等別人給你答案 我覺得作為一個傳道人 我努力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陪著人一起去上帝面前 就是我盡可能做一件事情是說 我不要成為他的答案 因為如果我成為他的答案 有一天他會發現說 其實寇牧師也不過這樣 有一天他一直靠我扶 有一天我倒了不就一堆人跟著倒 但是我覺得我努力做這件事情 就是我跟你一起 我跟你一樣只是個很平凡的人 我們一起來看上帝怎麼樣 在我們身上成為我們的幫助 所以當我生病了的時候 我反而享受到的非常多是愛 就是弟兄姊妹對我的愛 就是很多人從世界各地 他們來的一些 我都覺得這些人 我根本不知道他們是誰 有一些教會我從來沒去過 他們告訴你說 我們每個禮拜都在為你禱告 我想說這些人是誰 他們只會為我禱告 但是你就覺得很感動那種 在愛裡面是被扶持的 所以你說我成為別人的祝福 我反而反過來覺得說 我覺得好多人成為我的幫助 上帝透過很多人 就是就好像我剛剛講說 在我很小的時候 上帝透過小燕姐 成為我很多的幫助 你鼓勵我說 扣燒恩沒有關係 你可以站起來 那這段時間我生病 你也很多人 真的 然後生病的時候 有很多人告訴我說 我們走過了 我們可以走過 你一定也可以走過 他們鼓勵我 我覺得那真的是很棒 很感動 生病的時候最想家 我就很想媽媽 我有一天就到他們家樓下 就遠遠的看他一下 就是他飛出去 我怕他被他看到 所以我很遠 我生病一年多年 我沒有為生病哭過 可是那天我在車上 真的就掉兩淚 我就跟上帝打草說 上帝 我給你求一件事好不好 我可不可以不要在媽媽之前走 真的 我不要讓我媽媽白髮人送黑髮人 我就在車上這樣打草 好 這個時間 基督之家的很多的事情 你都交給別人去辦 是 你會不會覺得 以前你會覺得 這個事情沒有我 其實好像 好像會有更多的事情對不對 後來我覺得人就是這樣子 沒有我也可以 其實沒有我 一切都進行得也OK 不但沒有我也可以 我跟你講 我覺得他們做得比我好 真的 真的 我跟你講 我在想說你早點走 人家比現在在 我 就他們有幾位 我以前比較年輕一點的弟弟妹妹 我帶著他們走了一段時間 後來我就是一個小時 因為我生病了 就告訴他們說來開會一下 我現在得癌症了 我必須馬上進醫院 馬上進入治療 所以你做這個 你做那個 交給他們 我就走了 就一個小時就交給他們 一個小時就決定了 大家都覺得這真的假的 就這樣子 就這樣交給他們 而且你看我們交過2000多人 就是這麼大的一個 這就等於有公司有2000多人 而且這些2000多人是 你不發薪水的 你如果發薪水 你還可以用薪水管 沒有辦法 你只能用愛 你只能用 所以他們接過去 而他們做得真的比我好 所以我就覺得說 寇小安 你以為你誰 非你不可 一邊兩關去 你知道 就是我也覺得上天覺得說 寇小安 你以為你非你嗎 你到旁邊去 你看看我能不能做 對 其實有的時候就像孩子一樣了 你覺得他永遠長不大 如果在你身邊 你永遠不會想到說 衣服沒 沒一個人洗 對不對 會洗哥哥的 分開來洗 他就分開來洗 這叫做神機 你知道嗎 那哥哥有沒有壓力呢 就是我覺得 一方面是 我跟他兩個人住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常常吵架 雖然不是 常常會吵架 我們常常吵架 我們一天都很吵架 我們兩個個性完全不一樣 他們模式完全不同 他要的東西我絕對不住 怎麼教的你們 怎麼新的你們 真的嗎 不過因為就是 我覺得一方面是我跟他相處之間 我覺得這一年當中 我真實的認識我妹 雖然前面二十幾年 我跟他同一天生日 我們一起過了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四年 但其實我覺得 這一年的時間當中是我 你真正的認識你妹妹 因為他以前都不聽我講話 對啊 反正他跟我講話的時候 就是跟我要什麼什麼什麼 我去幹嘛幹嘛幹嘛 我還是最好被聽見 對 我還是最好被聽見 所以這一年他真的只能好好聽 他就突然發現原來他很棒 所以他常常其實跟我們聊天 即便在吵架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才懂得 我覺得女孩子是這樣子 我妹妹是這樣子 然後我身邊有人是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我那個 我對跟人之間的關係才會長大 你將來會交到好的女朋友 謝謝你妹妹 真的 真的 她是女生的 其實他們兩個人的互動很有意思 她妹妹是那種 會在樓下四分以來買東西 買完以後就說 哥哥 我買完了 你下來付錢 她哥哥就下去付錢 滿像哥哥的樣子 我每次都跟她講說 我說你女兒怎麼樣 像她女兒一樣 我說女兒是你養大的 我說哥哥要負這麼大的責任 我也不知道 怎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你要下去付錢 我有一次就是去很遠很遠的地方 去同學家玩 然後玩完以後很晚 就10點 11點這樣 我沒錢回家 我就打電話給她說 不行 你一定要來接我 熬了好久 她就真的 你知道她旁邊是我跟她很好的朋友 我說你就借給20塊錢 坐個公車 坐個捷運 回家就沒了 而且還是一起走同一條線 有什麼問題 她不行 我就只好從台北坐到板橋去 然後在捷運站裡拿錢給她 等著她正進來 然後陪她 帶她一起回家 然後跟我的朋友一起聊天 你知道嗎 他們兩個在凹的時候 他們也說不行 你要來 她就說我絕對不去 我這次絕對不去 我這次絕對不會去 我這次絕對不會去 我就在旁邊看 我看你還可以凹多久 然後過一下她就起來穿褲子 在畫畫 怎麼說你幹嘛 揭梅 對啊 這是他們的股東 對 所以她是一個很好哥哥 這是一個很好的哥哥 對不對 所以妹妹 將來如果嫁人不能這樣 對 嫁人如果說你不來接我 她可能就真的不來接你了 所以這一年 所以這一年她也開始長大 也開始長大 對不對 所以我常常覺得 當然我們不希望生病 但有的時候 我們應該把生病停下來 轉變 變成一種另一種思考 另一種生活的體驗 或是另一種成長 應該學習 因為很多的事情 人不走到那一步 其實你不會去改變生活 對 對 真的 所以小燕姐你知道 我覺得 回過頭來看這一段路程 我為什麼寫恩典記號 我就覺得真的是恩典 你知道這裡面有一個 當然這三個是我最在乎的人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我母親 我媽媽98歲的時候 她晚年她有一些失智 很多失憶 她就很多記憶沒有了 我們就陪伴她 照顧她 當然照顧一個失憶的媽媽 有的時候是辛苦的 可是當我生病了以後 我不能去看她 因為我沒有頭髮 對 你沒有頭髮 然後我吃一堆肋骨醇 我整個人都變形了 我其實會嚇到她 我就不敢去看她 可是你知道那段時間我好想她 生病的時候最想家人 我就很想媽媽 我有一天就到他們家樓下 就遠遠的看她一下 就是她推出去 我怕她被她看到 所以我很遠在車上看到她 就看著她這樣推出去 我等了一兩個小時 看十秒鐘 就推過去這樣 我在車上 我生病一年多 我沒有為生病哭過 可是那天我在車上 真的就掉眼淚 我就跟上帝祷告說 上帝 我跟妳求一件事好不好 我不怕死 因為我知道 我有永遠的生命 可是 我可不可以不要在媽媽之前走 對 我不要讓我媽媽白髮人送 黑髮人 我就在車上這樣祷告 去年10月 我結束我的化療的這些狀況 我開始出來 然後身體狀況比較好 頭髮開始長出來 我去開始回復去 我們家很多兄弟姊妹 我們就輪流去陪 我哥哥姐們都非常孝順 照顧我媽照顧得很好 去陪她 那從10月 11月12月 1月2月3月半年的時間 今年3月底 就是今年 今年的3月底 我媽安息就是被主接去 我非常感恩上帝給我這半年的時間 然後我可以回去陪我媽媽 然後我發現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在去年其實我們家 好幾個兄弟們都生病 可是我媽媽因為失憶 她完全不知道 她完全不知道 我覺得有這種失憶 對 也不竟然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所以你就是發現說 你換一個角度去看 我就覺得說 連我媽媽98歲失憶 都是一個祝福 我媽媽是大姐大你知道 她是大姐大 就是如果她知道她的孩子們 一個生病 兩個生病 她一定要跳起來去做一點什麼 可是98歲了 她什麼都不能做 但她覺得她什麼都不能 她一定很不快樂 可是其實你看 我真的覺得 原來在上帝的手裡面 連生病都是一個祝福 連失憶都是一個祝福 所以走過這段路 真的覺得每一步 都是有恩典的一個記號在哪裡 我覺得那是很大的一個感恩 所以這本書叫做 恩典的記號 你看我做了很多記號 那些記號都告訴我自己 要學習 休息 要做真的決定 其實這裡頭我 我真的學習到很多 我覺得人生 很多事情真的是 不是照你的劇本去寫 所有的時間 也不是照你的安排 一切自有人在安排 我不是說人要逆來順受 但是我們要接受 很多事情是要接受 對不對 學習接受的心 其實是好的 我覺得這麼多年 一直很想跟寇母師說謝謝 當然今天這個機會 說謝謝是更謝謝 你又可以回來 你又回來 而且又有更好的 你看 乃琳乃滴長大了 真的 對 師母有了一年多的時間 知道 還是讓她出去講講道理 別人回家一直在兩口 不要再抱怨說 我老公都不在家 不在家也滿好的 也是敢 換個角度 換個角度 這也是敢 她出去都跟別人講一講 我輕鬆都很 我真的很開心 我覺得人不太可能 一輩子或者是說 今年我過得不好 明年我... 我覺得人生就是起起伏伏 就看我們怎麼去面對 今天非常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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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